过年在家做红烧排骨啊 怎样做才能够软烂入味 即使没有芽也可以吃 今天我就把我葱厨30年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这30年呢 净炖排骨了 首先我们准备猪的净排 把它均匀的切成小朵 水中啊 我们加入适量的碱面 这样呢 不仅能去除血水 炖的时候啊 才能够软烂入味 您记住了吗 没记住的话 您先对着屏幕点两下红心 把上方红心点亮了 这道菜你就会永久收藏 想煸水下锅 然后我们加点料酒 再把这个排骨给它紧一下 起锅烧油 热锅呀 我们放入大块的葱姜 花椒大料 还有香叶 炒出香味 这时候我们可以放入排骨了 转入大火进行煸炒 多扒了一会儿 越扒了越好吃 越扒了越提味 接下来到底放的啥调料 才是排骨好吃的关键呢 我们首先加入一勺黄豆酱油 你看我的主页 已经做了那么老多家常菜了 你一个红心都没帮我点 这道菜你就帮我点一个吧 就点一个 不点拉倒 接着炒菜 这时候啊 我们放入老式的花椒面 再来点番茄酱 把它均匀的翻面上色 加有暖壶的 最好再放点开水 那是最好的了 放点少许的白糖和鸡精 先放盐呢 真有这个缩头 这个肉啊 它就熟得慢 要想要红烧排骨更加的好吃啊 这一步我必须得告诉你们 一定要加入少许的南腐鲁汁 特别特别的提味 我们按十分钟 我们挑去料杂 然后我们大伙收汁 关注我 你不会损失什么 不关注我 你会错过很多 点个关注吧 没准你需要我的时候 还找不到我呢 谢谢大家